新北河滨耶诞庆城年里即逍遥游活动 今在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领旗下正式展开 一行人骑着自行车从新月桥出发 沿着大汉西道阳光运动公园 大道城微风运河及巴黎米飞公园 沿途饱览新北市河滨公园风光 侯友宜在致此时鼓励学子们以自行车骑乘 作为蜕变的成年里以风光优美的新北市河滨自行车道 作为骑乘路线利用一日长距离的挑战培养心智成长 此次活动由新北市政府高滩地工程管理处指导 中华休闲文化运动协会主办 共吸引500多位民众参与活动 分为成年里逍遥游籍 Pushbike 趣味赛等三组 有参加活动的家长表示 带孩子来参加这次活动 发现了新北和冰车道沿途的美 虽然天气有点冷 反而成为小孩成年里的挑战很有意义 侯友宜表示 为让市民有友善的自行车环境 新北市建设了巴黎左岸 金色水岸 新电锡 大汉锡 二重环状线 细致等自行车道 架构成美丽的自行车道路网 也不定期举办自行车活动 并于新北市河滨公园内设置15处自行车租界站 除了原地租界 还提供甲地借以地环的便利服务 让市民有更完善便利的自行车环境 高滩力工程管理处也欢迎大家走进 河滨尽赏美丽的第八里左岸 悠闲的碧坛河 滨幸福洋溢的水样公园 或是新月桥的优美的河景 一起骑乘自行车 长阳及悠游在最美的新北市河滨自行车道上 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 又二领其 图大汉整合行销 提供分享 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 左五预参与民众热情急掌 图大汉整合行销提供 分享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 又和参与活动的孩童互动 图大汉整合行销提供 分享参加新北河滨 耶诞庆成年礼祭逍遥游的孩童 图大汉整合行销提供 分享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 又三致辞 图大汉整合行销提供 分享 分享 感谢观看